亲爱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月薄纪》第七章 《月薄纪》第七章 人在世上起无征战吗? 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 向奴仆切莫黑影,向故宫人盼望公家 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 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 我躺卧的时候便说 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 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一 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我的日子比缩更快 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 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 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 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 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 云彩消赞而过 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 故土也不再认识他 我不禁止我口 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 我心苦恼要吐露爱情 我对神说 我岂是阳海,岂是大雨 你竟防守我呢 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 我的踏必解释我的苦情 你就用梦惊害我,用异象恐吓我 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 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我厌弃性命 不愿永活 你任凭我吧 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 人算什么 你竟看他伟大 将他放在心上 每早见察他 时刻试验他 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 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见察人的主啊 我若有罪 与你何妨 为何以我当你的剑靶子 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 除掉我的罪孽 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 你要殷勤地寻找我 我却不在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了 叶博记第七章 第七章的内容 我们看到 既然叶博追自己的好朋友 都不能够完全地了解他 也无法用公平正义地来对待他 指责他 这是指责他一定是有罪的 所以叶博就转移对象了 他就直接向上帝来倾诉 那么在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我觉得叶博好像是在结王当中 紧紧地抓住了上帝 他把上帝当成 最重要也最要好的朋友 他不断地倾诉他心中的痛苦和哀怨 他在饱受肉体和心灵 惨酷折磨的当中 似乎看不着生命的亮光 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像在争战一样 活得很累很辛苦 像奴隶故宫一样 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潜力 他每天都必去做各种各样劳力 以及劳动的工作 终乐不得休息 所以卢博还有盼望 夜间赶快来临 可以好好地得到休息 但是故宫就还有盼望 年底可以领到薪水 但是叶博自己觉得 自己是更可怜的 更没有指望的 他连夜的都反复不得安宁 更安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肉体 就以虫子和尘土为一 日夜不断地受到折磨 这个折磨就缠绕着他 所以叶博觉得自己的生命 似乎只剩下一口气 他的眼睛再也见不到 事件的福乐了 他心中充满的愁苦和疑惑 他疑惑 他也不明白 上帝为何要如此地对待他 他被各种可怕的苦难 攻击得似乎喘不过气来 所以他再次地向上帝重申 神啊 我厌弃性命 我不愿拥活 求你任凭我吧 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的 是的 如果我们活着是这么的痛苦 这么的虚空无意义 那么宁可死的算了 这个就是非常遭遇 非常苦难之人 他们最很真实的一种感受 所以叶博也在上帝面前毫无隐瞒的 请出他的心意 他的感受 虽然叶博是这样的结望 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丝的疑惑 这是上帝对人的看法 究竟如何呢 所以在实际前他也说 人算什么 你经看他伟大 将他放在心中 每早晨 见察他 时刻试验他 你要何时 才转眼不看我 才任凭我 咽下涂没呢 弟兄姐妹 因为这几句话呢 我们深信 叶博对自己的价值 对自己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 上帝把他放在心上 那我相信 就是这样的信仰 让叶博 即使遭受到那么大的艰难 还仍然能够坚持的 能够挺下去 因为他明摆自己在上帝的眼中 是具体有价值的 他也相信 即使是这种的 非常凄惨的环境当中 上帝的眼目还是没有离开他 但是呢 他还是不明白的问题是 上帝为什么 把他当成 这个所谓的当剑拔子 为何要攻击 让他 厌弃自己的生命呢 他也不明白 上帝为何不赦免他的过犯 为何不除掉他的罪孽 为何让他像现在这样 躺握在尘土当中呢 是的 由此可见 叶博知道自己 无论在怎么样 持守存证 也有不小心犯罪 得罪上帝的地方 但是他知道 上帝是有怜悯 有恩典 一定会赦免他 但是 不知为何 到现在 是否还在赦免呢 以至让他 受到那么大的痛苦 所以他好像向上帝 下一道最后的通牒的说 主啊 你要硬勤地寻找我 可不可以 我却不在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上帝啊 你再不来拯救我 我死定了 那时你要来找我 我已经不在了 弟兄姐妹 可见叶博当时 是那么的痛苦 叶博很 知道自己 在上帝眼中 是极其有价值 因此他在苦难当中 虽然有买烟 但是他却不离去上帝 他仍然紧紧 抓住上帝不放 弟兄姐妹 我觉得 这样的信心 真的是极大极美的 所以无论我们 面对什么困难 最主要的就是 只要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他的 儿女 既然我们是神的 儿女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 神都会拯救我们到底 他也不会离去我们 可能困难 就是那个短暂的时间 神会陪伴着我们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认清楚 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 是什么 我们就是你所蒙慈爱 宝贵的儿女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 我们知道 你都在我们的身边 虽然有时候 我们面对的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为何而我们面对 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一件事情 主啊 我们在你眼中 是你所宝贵的同仁 你一定会保护我们 只不过有时候 可能你要让我们走过 这些的试验 这些的艰难 好见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更加的坚强 无论如何 主啊 你帮助我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会对你的爱 产生任何的怀疑 以及来咒诅你 埋怨 让我们这个时候 能够的回复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如果我们真的有得罪的地方 我们请求你赦免我们 而我们相信 当你赦免我们之后 你会再次的 恢复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 主啊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